奥特曼街友们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美洲360的时转 现在就让我小明和大家回顾一下 上周车谈的重点新闻 第一次新闻 我们来讲一讲 Proton 的新车 没有错 他们正在准备 筹备着一款新车 这个新车的代号是 XV11 那其实这个代号是来自吉利 所以吉利 XV11 是什么车呢? 吉利豪越 这款7人做的 SUV 来和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辆车 虽然它的外形看起来是一辆 SUV 但是其实这个豪越 它是基于吉利 另外一款 MPV 也就是佳季 它的 CV 平台打造而成 那这个底盘其实并不支援全轮驱动 所以这个豪越 它只是一台前驱车 也就是没有越野能力啦 但是我是觉得对于这台车来说 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它是一辆家庭式的 SUV 那这一台7人做的 SUV 其实在体型上来说并不小 在这边我就以这个 Proton X70 以及吉利 佳季这款 MPV 来做一个例子做对比好了 大家从这个列表就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这个车长还有轴距方面呢 都是比佳季和 X70 长上不少的 而在动力方面呢 吉利豪越它搭载的是我们熟悉的 1.8L TGDI 涡轮震压引擎 并搭配7速的 14 双离合变速箱 在引擎的这个马力方面呢 是184PS 峰值扭力则是300Nm 可能你们就会好奇啦 这样大的一辆车会不会没有力 但是实际上这一款车在空车的情况下来 我们以顶级版的车型来说 它的重量只有1660公斤 相比起同样是顶级版的 X70 呢 这个 X70 反而是 1675 公斤 反而是 X70 比较重 最后就是重点的 那就是价格 我们先以这个吉利豪越以及吉利博越 也就是 Proton X70 在中国的这个原型车 来做一个例子好了 在中国豪越和博越的起跳价格分别是这样 那这两个版本呢都是我们熟悉的 就是 1.8L TGDI 和 7DCT 也就是双离合变速箱的车型 所以从这个列表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两台车它的起跳价格是相差不远的 也就是说这个豪越 它比起 X70 很有可能是不会贵太多 也因此我们可以大概猜到这个 7人做的 SUV 在我国的这个售价 它的 range 会在哪里啦 如果真的是和这个 X70 相差不远的话 多两个位置 你觉得如何呢 我是觉得如果这样子的定价的话 这台车应该会很有竞争力 那比较特别的是 这台车之前大家都预测 它可能会叫 X90 可是根据我们所收到的消息 这台车来到我国 很有可能会叫 X-Fast 你们觉得这个车名怎样 第二个新闻还是 Proton 你们知道吗 Proton Persona 又要迎来小款车型了 但是这个小款这一回可是改变蛮多的 改变了什么 我们现在就看一看 那我们从这个 我们所得到的别照可以看到了 在外形上这个小个款的 Persona 乍看之下好像改变不大 其实大家从这个照片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 bumper 还有它的这个轮圈设计呢 都是经过重新设计的 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化 重点是 它的这个头灯组 这一回终于导入了 LED 头灯的配置 哇 这个真的是提升了不少的竞争力 不过改变比较大的 还是在内装的部分 从这一张叠照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一回这个 Persona 它导入了棕色的 皮革座椅 看起来好像 X70 的那个 Nappa Leather 啦 可是有没有 Nappa 我们就不确定了 我个人估计应该是没有的 而且这一回它的这个中央服务手箱啊 不止多了 这个看起来很厚的 Armrest 排档杆那边呢 也是有这个银色的四条和钢琴黑的四板 搭配之下 整体看起来是更加的高级 而且不止如此 这一回整个 Dashboard 中控台也是重新设计过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空调系统 终于有这个电子恒温空调的面板 还有 Ivan 很喜欢的这两粒 这一方面呢 总算它是追上 Myvi 了 而且还有这个悬浮式的唱机设计 就算没有 Apple CarPlay 还有这个 Android Auto 也不用紧啦 单看这个设计整体的质感 就是爽了很多 其实 我还是觉得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很重要啦 而在动力配置方面 目前我们暂时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但是据了解目前在路上测试的这个小款 Persona 呢 它依旧还是采用 Punch CVT 的变速箱 所以估计在这一方面呢 应该不会有什么惊喜 那相信这一回的这个小白款车型 应该是注重在质感的提升 但是规格没有出来的一天 还是有希望 所以我们就一起祈祷 希望这一回的小白款 Persona 动力方面会有改变 那除了 Persona 以外 其实在不久前 我们也是刚刚说到了 Iris 小白款的叠照 而且这一回 Iris 还会追加这个 Crossover 的车型 在内装部分 它也是和这个小白款 Persona 它是整体的设计看起来是一样的啦 大家觉得这个小白款的 Persona 还有 Iris 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发表你的看法 第三则新闻 依然是本地新闻 那 Hyundai Malaysia 在不久前 就正式在我国发表了这个 外形非常 帅气的新一代 Hyundai Elantra 而如今他们又为这一款外形 非常与众不同的 C Segment Oppa 追加了 额外的入门车型 相比起这个顶级的 Premium 车型呢 这一回新的 Executive 车型主要是在配备上 有一些不同 它少了一些比较奢华的 Features 像是没有了这个皮革座椅 而是改用普通的黑色绒布座椅 同时呢前座座椅也少了电动调子的功能 改用手动 此外呢 这个方向盘它也移除了加热的功能 以及少了防炫木的电子后视镜 无线手机充电插座也是被抽掉了 不过最明显的差异 还是这个Executive 版本它使用的是传统的 纸针式仪表盘 也就是说 Premium 的这个 Digital Meter 它是没有了 不过幸好的是 这个传统纸针仪表盘呢 它的设计还是相当的精致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4.2寸的彩色资讯显示器 至于在外高的部分呢 这个 Hyundai Elantra 还是很有诚意的 保留了和 Premium 车型一样的配置 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Executive 车型 它还是拥有 LED 的头灯 以及 LED 的尾灯 17寸的双色轮圈 让这个入门版本在外形上看起来 不会显得阳纯 除了外观 同样获得保留的还有这个 支援 Apple CarPlay 与 Android Auto 的 悬浮式主机 同时呢 Spark Sense 先进主动式安全配备 也没有缺席 但是在这个Executive 车型上 它是只剩下车侧盲点侦测 以及 后方横向来车警示 这两个功能而已 最新的这个 Elantra Executive 它同样还是搭载 1.6L 的 Smart Stream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满率表现为 123PS 峰值扭率则是154Nm 并同样搭配 Hyundai 最新的 IVT 无段速变速箱 目前这款车同样也是从韩国整装入口 也就是一台 CBO 的车型 在售价方面呢 它是 139,888 令吉 就不知道大家对这款入门版的 Elantra 有什么看法呢? 第四次的新闻算是国际新闻了 Honda 早前在印尼 全球首发了一款新车 但这台新车是概念车啦 它叫 N7X Concept 这台概念车它是一台七人座的 Crossover 那我们从这个外形 还有七人座的设定 很明显就可以知道 它其实就是 新一代的 Honda BR-V 了 其实在东南亚市场 尤其是印尼呢 它们是非常注重这个七人座的车型的 印尼的人口达到了 2.7亿 有量又有 demand 又有做生意的机会 因此不少车商呢 都会选择以这个印尼市场来作为基础 开发出专门为这个国家打造的七人座车型 也顺便出口至其他的东南亚市场 当年 Honda 基于 Brio 这个 A Segment 小车 而衍生出来的 BR-V 呢 也因为这个原因而诞生了 虽然当时 Honda 已经有一款叫做 Mobilio 的七人座 MPV 同样也是基于Brio 打造 但是因为这个 BR-V 就长到比较修驴 比较帅啦 因此一推出市场 就马上大卖 而且不止印尼 就连印度和巴基市场 也交出了漂亮的成绩档 而这位 Honda 所发表的 这个 N7X Concept 从外形上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就是这个 BR-V 的大改款了 在造型上它基本上是导入了 Honda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语言 前后灯都有 LED 灯条的设计 而这一个车头看起来就非常的大气 也有一点像中国的 Honda HR-V 的兄弟车型 也就是 Honda Breeze 而在内装部分从原厂所发表的这个影片当中 我们也大概看得出这个所谓的 新一代的 BR-V 它的整体的这个 内装设计是看起来更加的精致 更加的漂亮 因为是概念车的关系 因此这一回 Honda 并没有公布 这个 N7X Concept 具体的详情 包括会采用什么底盘 但是乍看之下 我是觉得它像比起 现行的 BR-V 好像有 Upsize 了啦 不过这一切呢 还是有在官方的公布好了 我是觉得这一款车 无论是外形还是内装 看起来都非常的有心理 绝对足以威胁的 它最直接的对手 也就是 Mitsubishi Xpander 你们觉得呢? 最后一则 不算是新闻啦 不过我们来八卦一下好了 那就是 Toyota GI Yaris 开始在我国交车了 GI Yaris 算是 Toyota 在近期内的其中一个得益作品啦 一发表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包括在我国 才一推出 就马上被撒布到完 非常的夸张 究竟这一台全驱小钢炮 到底有什么魅力 让这么多人为之疯狂呢? 那这款 Lali Spec 的全驱小钢炮 它搭载的是 Toyota Gazoo Racing 专门为它特别开发的 1.6L 三缸涡轮震压引擎 最大马力达到了 260 EPS 峰值扭力 也是 360 Nm 的境界 这样的一个 动力啊 基本上已经是和市场上主流的 2.0L 涡轮震压引擎有的fight了 加上这个 IMT 六速手排以及 GR4 四轮传动系统 这一台是啊 无论是在动力 还是在操控上 它都是 稳稳的 实力派成员来的 想要知道这台日系的全驱小钢炮 到底有多厉害 开起来有多刺激吗? 欢迎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之前我小明就已经在 雪棒的赛道上 体验到它的魅力了 到现在还是回味无穷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的每周366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我今天所提到的5款车当中 有哪一款是你的最爱吗? 还是你已经是车主了 欢迎在下方留言报道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文化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 还有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回再见 拜拜